各位好,現在我要介紹一個 Paradito Ditto在Swing這個節奏裡面的應用方法 之前已經講過了 Paradito Ditto有六個延伸的變化 如果再算上從右手開始或從左手開始 就一共有12種 今天要用的這個手法是 右左左右左右 我先示範一次 Swing的節奏通常會把左腳踩在第2拍第4拍 聽起來是這樣子的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現在我要用兩拍的時間打一組 剛剛的這一組 右左左右左右 One Two Three Four 右左左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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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小鼓上面先打一次 如果我把右手移到Right上面 演奏起來會是這樣 只聽我的Right然後省略小鼓的話 你會聽到這個聲音 右左左右左右 右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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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右右左左右 我現在搭配Hi-hat 然後不要念 聽聽看你會聽到什麼聲音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在演奏Swing的時候 最早學的第一個基礎節奏 大部分人都會用到這個節奏 甚至你把電子琴的Swing那個演奏風格按下去 你也會聽到這樣子的Right的Pattern 現在我們來試試看 在Swing的演奏裡面 就直接把這個 右左左右左右的手法加進來 聽起來會是這樣子 在運用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小鼓的力道 因為力量如果太大的話 聽起來會很干擾 那右手在Right上面的這個Swing的感覺 就聽起來沒那麼清楚了 所以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可以朝一個方向 就是試試看怎麼樣去 盡可能的降低你的小鼓的音量 變成Ghost 所謂的Ghost 不只是輕音 它應該是一種聽起來 若有似無的聲音 我們盡量可以練到 追求練到這個程度 我來試試看看 現在我要示範 用這個手法來做進一步的延伸 它有一個有趣的方式 就是用右手來移位 移位的方式有很多 我喜歡的方式是這樣子的 右左左右左右 右左左右左右 在這個手法裡面 你會注意到有兩個連續的Right 我想要把這兩個點 移到Tom Tom上面 所以聽起來會是這樣 我特別喜歡這類的手法 就是這連續的兩個點 是一個跨越拍子的 所以當你聽到兩個點的時候 它事實上是 跨越了兩個拍子 通常我們會習慣 兩個連續的點 把它想像成 把它感受成 是在一個拍子裡面 但事實上 如果這是一個 跨拍子的時間點的話 聽起來會比較有趣 現在我來試試看 另外一種移位的方式 就是把這個 右左左右左右 連續打的時候 連續兩個右手 移到Hi-Hat上面 聽起來會是這樣 在這個演奏的模式裡面 如果搭配Hi-Hat 原本就有的 這個踩踏的動作 會聽起來是這樣子的 由於在Rite上面這個點 它的延長音比較多 通常有可能會吃掉 Hi-Hat的聲音 讓Hi-Hat的聲音 聽起來沒那麼明顯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是一個選擇 我會選擇 慢慢的把這個單點的位置 移到Tom-Tom 所以聽起來會是這樣 右左左右左右 右左左右 右左左右 右右右右 1,2,3,4 1,2,3,4,4 就是連續的兩個右手移到TOMTOM的這個手法混合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這麼做 右左左右左右右左左右右右左左右右左右右右左左左右 1,2,3,4 当然移位的方式还有很多 在这边只是做一个介绍 相信你也会找到一个你比较喜欢 而且玩起来顺手的移动方法